來掌握天氣 今天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報導 緊接著還有大陸冷氣團 因此天氣將會持續的冷到下個禮拜一 鋪著紙箱後棉被大家靠在一起取暖 寒流報導台北街頭低溫只有12度 最難挨的就是街友了 雖然市政府12度以下就會開放避難所 但許多人都不知道 不燙啊 黑啦黑啦 寒夜裡不只街友難熬 老人家身體也受不了 17號晚間到18號清晨 雙北市一共出現5件救護案 都是50到90歲的長者 因為內科疾病 到院前失去呼吸心跳 這波寒流在18號清晨達到最低溫 台中只有8.7度 創今年入冬以來的新低紀錄 那預估禮拜六的時候 又收到另外一波大陸冷氣團南下的影響 預估這波冷空氣 其實不會像這波寒流那麼的明顯 不過各地的低溫在中部以北 宜蘭還是只有11到13度 18號白天 寒流影響雖然減弱 但氣象局提醒 19號星期五又有封面報導 緊接著星期六到下週一 又會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低溫下探11度 週六之前各地還會降雨 高山甚至還有下雪的機會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